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层一层彻查下去 倘若牵涉到朝廷的根本 头鼠忌气 又将无功而返 你说这个头鼠忌气 这个气是谁啊 所谓又将无功而返 这个又 这个又什么意思 圣明莫过于皇上 有些事 不是臣子们所能明言啊 不能明言 那么朝廷设宰相干什么呢 起来 起来吧 宰相的职责是辅佐皇上统帅百官 百官以上 众位皇子 就非宰相所能管 马区说得有理 这一次 朕决心已定 无论查到谁 也不管他是俗 还是气 都要依法出阵 你们说 你们说 这件事派谁去比较合适 这下你们把我弄惨了 什么钱不好弄 偏要弄这几个人命钱 现在好了 通了天咱们一块玩玩 独裁门是被上一回 户部欠款的事弄怕了 这才千方百计 先给太子爷筹一点钱 住口 住口 滚 滚 我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 做人要堂堂正正 用人要谨慎小心 可 可是你们就是不听 什么人既然刘八宇全是些 没负不仁的小人 而你老九 居然把他当做了新妇 这下好了 这样的事也做出来了 连你也脱不了干系 大不了也像老实一样 我到宗人府做他个一年半载 我绝不联理你八哥就是了 把他们拿到当院烧了吧 这 这 来 来 来 是啊 你们是没有连累我 我又有什么怕你们连累的呢 我身为皇子 我平平安安的 我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富翁就是了 我干嘛要操这么多心管这么多的事呢 好 你们都走吧 我累了 我要歇息一会儿 八哥 你 你就耽误什么话也没说行吗 你 你就当我说的不是人话 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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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弟啊 八哥没有怪你 起来吧 来 八哥 看来 一场大的风波是免不了了 你们听我一句话 八哥 最近哪儿也不要去 什么也别说 到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办 那 那咱们走吧 我们走了 那我们就走了 我 奴他在 准备一顶小轿 不要派从人 我要出去一趟 喳 八爷 您跟我来 爸 爸 爸 您签 爸 您签 爸也应该知道 皇上那儿 不怕做错事 就怕不做事 四爷追逼国库欠款一事 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一次 这一次 皇上十分希望有人能出来 好好整顿刑部 和各种的司法衙门 八爷 八爷 岂有异乎 多成指教 不过 我担心这事儿恐怕会牵扯到太子 吴先生 我想向皇上请命 捅一捅刑部这个马蜂窝 治一治这群祸国殃民的蛀虫 你觉得如何 王爷 不可 为什么 这次刑部冤案 审劫之时 就是太子备废之日啊 王爷想想 从康熙四十年以来 是谁管的刑部 是太子 每年秋决带皇上勾掘人犯 又是谁 还是太子 这次清理刑部冤狱 因为追查刑部 和各省司法衙门的官员 暗中 又必将落到太子的身上 倘若皇上想保太子 就会命太子自己去清理刑部 而皇上派其他的皇子 去清理刑部 那就是对太子 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因为上一次清查户部欠款 太子史是最大的债户 继而又卖官纳会还钱 皇上真的不知道吗 不 皇上是忍而未发 希望太子知错能改 可这一次 竟出现了大清国建国七十年以来 最害人听闻的冤案 恰恰又与太子有关 王爷你想想 皇上还能把大清的江山 交给太子这样的人吗 太子 太子 毕竟是一个三十多年的太子 所谓名分早定 盘根错节 无论是谁 扳倒了太子 他都将不容于天下 不容于朝廷 最终 也将不容于皇上 王爷 您愿意担这个 废除太子的罪名吗 堂堂国家最高司法衙门 竟然出了如此害人听闻的冤案 你国家知道 各省府周县的冤案更不知还有多少 儿臣愿接下这个差事 清理冤狱 请皇阿玛覆准 四哥所言极是 儿臣以为 冤狱不清则法治不行 法治不行则天下必乱 因此清理冤狱整栋各省司法衙门 应该是当今第一要务 儿臣也愿意接受这个差事 请皇阿玛扶准 好啊 你们能够主动请婴 朕甚感欣慰 看看 看看派谁去吧 你真是个怪人 你要是走 你得说个理由 非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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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而河 那你等等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你等着我 红石这步棋走得不错 四爷 四爷 吴先生要走 谁走漏了风声 不晓得什么事 惹得他生那么大的气 你去告诉吴先生 就说是我说的 请他再留一帖 如果过了明天他还要走 我绝不拦他 来 接着下 你们都出去吧 对 有事我会叫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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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副 左哥我见到翠儿了 他说 拿老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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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四爷这咋回事呢 又烤火又平眠衣的 现在又要弄凉水 我怎么知道 干活吧你 是 去哪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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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 四阿哥病了 是 农在亲眼所见 高热不退 昏迷不醒 确实病得很重 进去 传指太医院 叫林多康给四阿哥看病 要尽快治好 这 我这个病来得不轻 这几天 脑子烧得也不好使唤 远向吴先生在这儿 还有个商量的人 可他又要走了 什么 吴先生要干吗去 我也不知道 你问他吧 没有的事 十三爷 四爷在开玩笑呢 他 年薪养病吧 我先回去了 皇上 这 恭请皇上圣安 皇上你看 是 林多康 四阿哥得的什么病啊 回皇上 四阿哥得的是伤寒 伤寒呢 要紧吗 去去去去去去 回皇上 好好江西不会有事 但至少要卧床休息一个月 知道了 归安吧 喳 好 看来 这个事儿 只能让应四去办啊 八阿哥应四 处事谨慎 而且待人宽厚 叫他请李渊玉 也是适当人选 非臣爷认为八阿哥 看当此人 你得看法呢 臣以为 刑部的事错综复杂 只派八个亿人前去 恐怕 难胜反惧 这应针 本来就想让 应祥一块儿去 去办这个事儿 那就让应祥协助应四 会同办案吧 皇上圣明 就这样 十三爷 亦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我没有什么能够报答您的 这辈子 就让我当牛做马的 伺候您吧 十三爷 你等等 你把十三爷当成什么人了 十三爷 这次皇阿玛选择清理刑部冤狱的人选 我可是选择你了 多谢太子的信任 我一定好好干 绝不辜负皇阿玛和太子的期望 那你准备怎么好好干呢 自然是按照我大清的刑律秉公办理 刑律秉公办理 怕也不容易吧 听说什么任锦安 还有刘八女 都是九弟的门人 如果查狠了 九弟也拖不了干系 好啊 那该怎么办呢 还请太子明示 谈不上什么明示 这些 该查的该办的 绝不手软 不该查的不该办的 要留余地 其实皇阿玛的意思 也不过是办几个官员 让大家有个警戒 凡事不为己慎 对大家都有好处嘛 臣记明白 好 请 好好 收拾 不厉害 老家 老家 李宗监 老家 老家 除了 老家 下官等参拜八倍了 十三倍了 各位大人请洗吧 谢八爷 怎么不给司马大人和黄大人设座呢 下官等都是戴罪听餐之人 怎敢在二位钦差面前有座呢 朝廷自有我朝廷的规矩 没有革职 你们依然是刑部的堂官 既是会审 怎么可以没有三位大人的座呀 来呀 在 给三位大人设座 正 谢八爷 十三爷 开始审案吧 好 听八哥的安排 把张五哥给我带上来 走 走 小民张五哥叩见众位大人 这张五哥 是经过皇上亲自审问 断定无罪的人 你们怎么还给他带着刑具呀 回事三爷 根据大清律 替人顶凶者仍然有罪 因此不能脱掉刑具 放肆 这皇上都说他没罪 你倒硬说他有罪 到底是听皇上的 还是听你的 替张五哥 去掉刑具 折 张五哥 小民在 你为什么要替仁绩安顶罪替死 仁绩安是小民东家刘八女的亲戚 刘八女当时苦求我爹 我爹说刘八女对我家有恩 无法推辞 因此就答应了 有恩 有恩也不能叫自己的儿子去顶死 你们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 没有 我家再穷 我爹也不会拿儿子的命去换钱 是刘八女说 只叫我在牢里坐几个月 任绩安的哥哥 人不安到台 就会将我保出来 我爹相信了他 这才叫我去顶罪 一派胡言 判斩之前 我问你是不是任绩安 你当时已经知道判的是死罪 为什么还要招认自己是任绩安 小民东家来牢里看小民时说过 倘若翻供 小民的爹就要背叛为是伪证之罪 而且流放三千里 打八十军棍 所以小民怕连累爹 就不敢翻供 这个好办 来人 在 把任绩安 刘八女押到刑部来 折 司马大人 任绩安一干人犯 刑部发钱票去捉拿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其中有些亲爱 刑部不好擅自拿人 有什么亲爱 这个 容下官 事后再秉明八爷吧 堂堂刑部 黄黄法典俱在 有什么事不能当堂名言 无需过后秉明 现在就说 既然八爷有这般说法 下官也就无法周全了 因为 任绩安和刘八女都是 九爷的门人 说清楚 究竟是你们不去捉人 还是九贝勒不让你们去捉人 这个 很难说 来人呐 在 请九贝勒上堂 八哥 这两个是我的门人 但他们犯了王法 我也不能庇护 现在我送他们投案来 请八哥处置 你们谁是任绩安 小人是任绩安 那你就是刘八女了 小人是刘八女 张五哥 你仔细辨认 是不是这两个人 是 那就好 把他们二人收监 听候审讯 这 这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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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大人 刚才我问过 是不是九贝勒不让你们抓人 你回答说很难说 现在当着九贝勒的面 你说一句实话 刑部到底找过九贝勒没有 没有 没有 十三弟 你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 大胆司马上 身为刑部尚书 攘关朝廷最高司法衙门 使而玩乎朝廷王法 污良为罪 继而无视皇上旨意 放纵真凶 还百般狡辩 诬陷于皇子 来人 在 在 摘掉顶带花铃 请 司马大人有罪 下官二人也难逃罪责 请巴贝勒处罚 你们还有点自知之明 既已认罪 就自己动手摘掉顶带吧 从今日起 原来刑部所有官员一个也不许回家 统统给我住在后面的火房里 查听一个 发落一个 各位大人 走吧 走 十三弟 今儿咱们就审到这儿 好啊 太子爷 皇帝人萧国兴被革职审查了 好啊 爸 大爷 任吉安 小的在 你监察寡部的事 你哥哥知道不知道 九爷知道不知道啊 回八爷话 小人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不关我大哥的事 更与九爷无关 刘八女 小的在 你让张五哥顶碎的事 任波安知道吗 九爷知道吗 回八爷的话 这件事都是小人一手张罗的 不关任大爷的事 九爷更不知道 我再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 你们必须说实话 说了实话 我就免去了你们凌迟之苦 八爷 不说实话 我就把你们的妻儿家小 发配给披甲之人为奴 一定实话实说 好 从县府道司到刑部衙门的官员 他们拿了你们多少钱 八爷 知县知府各一万两 稻台涅台各两万两 刑部衙门一共是十万两 这些钱是任济安的还是从哪来的 都是庄子上的钱 庄子上原有任济安的份的钱 任济安 小的在 是这样吗 八爷 没错 千真万确 这些画 你们当着那些官员敢对质吗 敢 当然敢 叫他们画鸭 来人呢 在 把他们俩带下去 八爷 八爷 走 八爷 把肖国卿带进来 喳 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不需要记录 你下去吧 给八爷请安 好 肖大人 请坐吧 下官是有罪之人 岂敢与巴贝勒对坐呢 有罪 免了不就没罪了吗 肖大人 快坐吧 谢八爷 肖大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吧 惭愧 下官是康熙二十一年仁虚科二甲 第四名进士 十年寒窗 三十年仕途 不容易啊 下官忘记了圣人的教诲 辜负了朝廷的认恩 现在想起来 真是后悔莫及 一样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知过能改 善莫大因 肖大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和你谈吗 请八爷明示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 我调看了所有的案卷 又审问了有关的证人 但在这次案件当中 你虽有失察之罪 却无贪赃之实 第二个原因 你也是受人指使 身不由己 是吗 八爷明察求好 下官赶快莫名 不 不要谢我 这是皇上的圣名 皇上 皇上 是 是皇上 我来刑部之前 皇上对我说 肖国兴这个人 做事还非常谨慎 平时居官也还清廉 可这一次 不知他为什么犯了糊涂 所以让我把事实澄清 而绝不冤枉你 肖大人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 才会如此留心 皇上 下官辜负了皇上天高地后之恩 下官愿意 下官愿意间公折罪 这正是皇上所期望的 当今皇上是古往今来 第一盛能仁慈的君主 无论牵扯到什么人 只要他说了实话 他老人家都会妥善处置 倘若续欺盟 不但 救不了自己 对你所要保的人 也没有什么好处 肖大人 我想这个道理 你不会不知道吧 皇上怎么想 你就怎么做 好吗 下官愿意 来人呢 在 把房门给我锁上 任何人不能靠近 折 折 背马 我要连夜进宫 念见皇上 八王爷 请留步 八王爷 深夜进宫有什么事情吗 紧急政务 不得延误 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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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刚躺些不久 刚刚入睡了 李师傅 你知道 要不是大事 我不会这会儿来这儿惊动皇上 老家你进宫禀报一声吧 八爷 不是我挡您的架 这几天皇上 没有睡过一个呼伦觉 任您有天大的事 也不能惊动吞老人家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在这儿跪等 八爷 那我再进去看看 谁在外头啊 是奴才 皇上 您怎么起来了 是应寺来了吧 是 他说有大事 要奏臣皇上 叫他进来吧 这 太子爷 太子爷 什么事 八爷进宫了 这时候皇上正见他呢 这个奏者还有谁看过 回皇阿玛 只有儿臣一人看过 那个叫肖国兴的人呢 儿臣见过奏者以后 就把他关在刑部的单人牢房里 并派了重兵看守 现在 没有儿臣的首令 任何人都不能见他 皇阿玛 儿臣认为 太子乃一国储君 此事如果张扬出去 必定会使朝野震动 再说 肖国兴所说的事 也并不一定属实 即便属实 也只能奏臣皇阿玛圣财 皇阿玛 儿臣以为 此事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 所以 我禁锢了他 就联谊赶进宫来 你做得很好 很对 你先回去 喳 李德权 奴才在 叫婴人 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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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得出 震脚步声的人不多 睡不着 找你聊聊 起来吧 就 坐坐 坐坐 你孩子的病 好些了吗 还是在吐血 已经换了十几个房子 都未见效 这是拖日子罢了 李德权 农才在 明天 明天到太医院 让他们派人 给横城的儿子看看病 要什么药 就到大内药房去拿 喳 微臣带犬子谢圣上天安